我們先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OneNote的基本操作 那麼你進到這個OneNote之後呢 你看到發現裡面有單元對不對 單元就是人家裡面每一個一個一個教材 教材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看到別人 那麼你在這邊課程 你就會看到 你看不小心會看到我的嘛 這樣有看到了 其實上面不止這些啦 但是反正沒有關係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學習方式有改變 所以我想說我們今年的研習 我就用這個平台當作一個學習平台 因為其實平常大家 單位因為基本上不太可能會有所謂的學習平台 但是我們有地方公務人員的那個平台 大家可能都有去過對不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說 我們換一個地方 那你當然也可以用搜尋 是像在一些國中小啦高中 甚至我在大專裡面我們都會用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看找一找不一樣的這種教學方式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是比較屬於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課程的部分 那群組呢就是我們講的類似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有哪些群組你想要加進去的 因為其實我裡面有蠻多群組 我是有公開的 有公開我就 你要加入都沒有關係 那麼我自己的群組其實 你可以看到我學校裡面的 我會把這個是那個 我要用這個 這個 好我裡面有三四五個有沒有 我在學校沒有通過是這樣用 都這樣用 所以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麼你剛剛進到我們這個裡面之後呢 我用跟各位一樣的群組 好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外面這邊有訊息 所以以後如果說各位您回去之後使用有問題 您也可以在這裡發布那個訊息 我會收到通知 我就會來回覆給您 因為沒辦法 現在上課也是很競爭 所以老師都要提供售後服務 哈哈哈哈 趕快要嘛 這樣把你回去問題 老師講錯的我要負責嘛 好OK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留言 那麼這個呢 像這個有沒有 那像這個新制圖 其實各位的你們的版本應該是有差落差一點點 那這個部分我把全部的那個紙張截我都把它打開了 所以這樣的話 你在這邊看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你們有一些像這些紙張截我都把它收起來 因為你們紙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收起來 但是呢 你如果在這邊看的話 應該會看到比較完整的 那當然我們任務裡面也會有 那麼你在往裡面看 我們剛剛就是全部 你看到右手邊有一個任務 我們的教材都在裡面 好都在裡面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 待會呢 會先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有沒有 打開之後 你把單元打開 那你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 它就會開一個新的 那我們教材就在裡面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是不是都會錄影 所以錄影去哪裡找 你看像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是檔案 一個是連結 對不對 有看到延期的錄影片跟資料了嗎 這邊也是利用我們的雲端硬碟 因為我們不小心 我學校的雲端硬碟 是無限空間 如果您就是單位裡面 公家機關當然是沒有啦 但是學校單位的部分 它是無限空間 所以您如果連到這邊 像我們今天是第一場 你點進來 我們的分享的資料 我有沒有發現裡面 有一樣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好那我們的那個 上課的錄影片點進來 第一段我已經傳上去了 我是邊錄邊傳 這樣比較快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哪一段你不OK的 雖然我剛傳上去這邊 還沒有看到預覽 可能你就要下載 可是呢它大概 一二十分鐘之後 它就轉好 你就可以在線上直接看 所以要把老師replay就很簡單 那上面這邊呢 如果你要下載就從上面這裡 直接下載也可以 或者由下面這裡都OK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知道大概怎麼用了對不對 好 那右手邊呢 剛剛這裡有幾個連結 那麼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資料的話呢 您從右手邊這裡也有 從這邊連過去呢 會連到我的部落格 連到我的部落格 那你往下走呢 我都有做一些就是分類啦 分類 那您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那也可以從這裡連到我的 就是這個頻道 我只要是屬於延期部分的 我就會把它放到上面 而且 會像這樣就是 看 是哪一個主題 我就像這樣 把它分開 把它分開 那麼你點進去之後呢 點進去我的錄影的習慣 我順便提一下 這樣字會不會太小 太小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太大 還不會太大 你會要啊 登登 這個一定要會的 這個不是Google流覽器才有的功能 我們i7以後就支援了 i火鍋 或者你有用蘋果電腦那Sauvery都可以 我通常都是用按鍵的 但是你想搭配滾輪也可以 有沒有我現在是搭配滾輪 哪一個按鍵 Ctrl按著滑鼠滾輪往前就放大 往後退就縮小 所以我常常發現大家螢幕雖然變大了 但是眼睛還是不喊 哈哈哈哈 因為你不會放大 所以我們現在公交機關的 官方網站無障礙有規定就是要大中小 有沒有 字的大中小 但是說真的 那樣的大中小其實還不是很方便 為什麼 因為還是只有局部放大而已 就是主要是文字的放大 那你用這個方式 不管你有沒有資源無障礙管他的 放大我看得到就好 就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這個 那我的錄影的習慣會像這樣 就是在01、02、03 所以你比較清楚就是我們每一個主題大概是哪一個內容 那哪一個地方不清楚你就點那個主題去看 這樣應該會比較快 這樣有沒有會使用的 會了 所以你只要點進去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我剛剛這個不大會有沒有 有哪一個不大會的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游染器的使用 游染器的使用 我有哪一個不太會的 你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你可以做筆記 大家雖然都有帶紙筆 但是上面一樣可以做筆記 雖然你不能做塗鴉 塗鴉這個你不能做 因為這是附黑的功能 但是呢沒有關係 你的文字筆記你可以寫在這邊 有沒有 你不是只能記一次 是兩次記三個都可以 可以方便各位 那你也可以重新編輯 所以我把這個基本的one note的使用方式 跟各位稍微交代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OK的 瞭解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先從幾個跟搜尋有關的開始 好不好 來 賺給你